這次是無能跟不負責任的解散公司 跟富航的管理階層 這是充分證明了什麼叫做 無能跟不負責任的解散公司 因為所有的公司不管是宣布破產 或是倒閉或是解散 都有一定的流程要跑 第一個你在股市要發布重大訊息 第二個你要發跟相關勞動的單位 要申請所謂的大量解雇的通知 第三個你對消費者要負起應有的責任 富航竟然可以這三個都沒有做到 你在開始之前 還開始在旅展裡面大量賣票 然後你在外地還有大量的旅客 跟你的機組員被困在外地回不來 然後你在股市毫無消息 甚至連重大訊息都沒有發布的時候 我不清楚為什麼富航 可以不負責任到這種程度 昨天的時候我們其實是看新聞才知道 就是富星決定停飛 其實員工都非常非常的錯愕 甚至在今天早上 就是公司臨時開的董事會裡面 也決定公司決定今天開始解散 然後也從今天起開始就全面的停航 那但是其實那接下來員工該怎麼做 比如說馬上就不去上班了嗎 還是在應該要 或者是我們要什麼時候被資錢 然後相關的待遇是什麼 其實公司完全事先都沒有知會員工 特別是他們的管理階層 過去其實是以收藏跑車 豪奢生活著稱的時候 請問在這樣子的解散跟倒閉 你要不要拿你個人財產出來賠 你要不要負起對銀行團的責任 因為據說他們可轉換在至少到24億 其他相關的金融狀況 恐怕還不止這些的時候 一個負責任的集團跟負責任的經營者 怎麼可以這樣子說解散就解散 這對員工來說是非常的感到錯愕 跟痛心的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空服員考進來 其實就是為公司賣命嘛 那即便是在一個就是非安安全 就是在台灣的旅客都非常憂心的 這樣子的狀況下 其實員工對公司是盡心盡力 但是我們並沒有得到公司同等的對待 因為其實公司在這個過程中 也做了很多改革的作為啊 甚至也買了就是新的航權 航線 那所以我們其實一直以為公司會持續的經營下去 我們不惜就是會抗爭 然後我們其實目的很簡單 我們只是希望有就是合理的解約的條件跟待遇 坦白講民航局動作不是慢慢拍 民航局的動作是根本睡著了 因為早在前一天的時候 其實網路上就有謠傳 那當時富航還否認 甚至連維基百科都被人家改了 富航還否認 那民航局在幹什麼 民航局之前難道沒有做過相關的檢查嗎 難道沒有聽到相關的消息嗎 之前微航突然間收攤的時候 民航局也是慢慢拍 那一個已經把聯航收攤的 一般航空 他的解散跟瓦解一定有徵兆的 那如果都沒有徵兆表示你沒有在看啊 那民航局在這個部分 他跟他的主管機關交通部都要負起責任 你怎麼會讓一個自稱是全國第四大航空公司的 航空公司一夜之間解散 這個真的太荒謬了